欢迎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你看在北极啊 这个冰山已经整个冰拐啊 在南极 可爱的企鹅上面都有带奥星啊 我们在这样子 残忍的破坏自己的地球的话 哲青我们也不用什么预言来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把自己都推到死胡同里面 不过呢 以前究竟有哪些的预言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 我们先看玛雅好不好 对玛雅的话 其实预言的话 玛雅其实它的 它有几个立法 包括了长立短立 那在这些立法里面 最主要它们是要 透过立法来把神明 要回来的日子把它标示出来 所以玛雅历它最主要 最主要的功能是祭祀 宗教活动 有点像我们在祭 例如说 例如说我们台湾有三位小妈祖 四位贵欧阳 他们就在固定的时间 要做固定的祭祀活动 所以玛雅历它最基本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就整个玛雅历的计算 它是从戏院前3113年 算到2012年 那么到这边就结束了 所以到这边戈兰儿子 很多人就很惊恐 战不下去 是什么意思 其实它这个很好解释 为什么呢 我们先讲一下 中国人的甘之年 就是从甲子年 天甘地之 天甘地之 然后60个一个周期 其实玛雅历也是这个样子 真的吗 它周期比较大 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计算时间的工具 那只是说他们观察的标的物很特别 那因为地球上我们知道所有的文明 大部分是以太阳或者是月亮来当作观察的标的 很少会把金星当作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 而且因为玛雅历是一个很 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立法 为什么呢 它其实在里面没有预言毁灭或者是重生 基本上是埃及文明已经毁灭了一千多年了 就像我们现在去欧洲看那些大教堂五百年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 其实时间会造成的误会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玛雅其实它是经过很多所谓的 这些新世纪占星的运动 都是天灾地变 然后冰雹 火灾等等 火山爆发等等 但是我还是在这边讲 过去老祖宗他所留下来这些记录 他是警惕世人不要开发过度 然而今天是不是叫做开发过度 就是说所谓的开发过度的话 如果全球不暖化的话 它火山地震应该不会那么多 也火山地震的连动性也不会那么的强 各位晓不晓得 就是说当北极冰城它全部融化以后 它马上会面临一个状况 它的火山压力顿减的话 地表的就冲出的越高 就是地热会冲出的越高 就是说万物之间都有一个平衡之道 你把这个平衡去掉了以后 它往往会造成的错动 地层错动 然后火山爆发 然后十大灾难 所谓的十大灾难来的时候 又是瘟疫又是病变等等这些 那这个就是我们人类所承受不了的 现在科学家比较担心 当你南北极你发生的这种情况以后 你把地底下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全部释放出来 那怎么办 就是说连目前的科学都没办法去解决这种病菌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个就是圣经预言 或者圣经启示录里面 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要我们之所满足就好了 然后不要开发过度 好 那么这个静平刚才友华兄有提到 在末日之前会有什么十大灾难 什么什么的景象 那么很多的事情大家现在就会多想一点 比如说你看其实这是有数字根据的 美国现在很多的龙卷风 它的数字越来越多 它的规模越来越大 它的分布的地方也越来越广 甚至有人还想太多说 这是外星人要来takeover 要来掌管地球了 对 所以刚刚听哲青跟友华哥这样讲完 刚好最近的一些天文景象 都会被人家拿出来做一些评论 那之前5月我注意到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5月21号发生在美国德州 你看这个照片 阿德里安这个拍下来的一个照片 这个好大的一个雷雨云 你可以看这样像什么形状吗 感觉上好像一个飞行器 好像不明飞行物的这个UFO 这个UFO的雷雨云那个形状 在那边聚成一个很大一圈 据说这个宽至少93公尺以上的这个东西 这个好像一个 有人气象学专家是讲说 是一个超大包或是超大雷雨包 它是一个有人讲说它是一个龙卷风之母 因为伴随而来至少可以产生多达60个龙卷风 然后它这样的你不要看到这个雷雨云的这个面积呢 它可以覆盖的面积大概将近10公里 很大 那通常伴随在这种云出现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落在地上的那个 那个冰雹啊 都大概是高尔夫球这么大小 然后都很痛很痛很硬 这是它发生在5月的一个德州的一个上空 当时大家看到这个我刚不是讲说像不明飞行物UFO的这个很奇怪的形状的雷雨吗 很多人当地民众都看傻了眼然后看到就说 这是外星人要降落地球了吗 这是什么景象啊 然后有人就觉得说 不会吧 在这种状况之下 看到的最好是闪得远远的 因为刚刚讲的除了冰雹的发生之外 还会有一些像 因为它当时拍到这个照片的 他们那个气象家的纽约大学气象学专家团队 他们说伴随着会有一些闪电声响 还有雷雨雷电产生 然后而且呢 开始就会超大的豪雨发生 所以这种景象当然是不容易常碰到 但是一碰到之后最好还是闪得远远的 不过立刚如果一个这么大的这个龙卷风 还伴随他刚刚讲什么六十个 这样一拖拉过来 当然人家会想很多 这画面用想象很多觉得很好笑 但是呢 也有人把今天的什么金星临日 也去跟这个什么外星人啊 龙卷风扯在一起 讲到龙卷风先来讲一下 美国的龙卷风差不多是在四月份 四月份就开始有龙卷风了 那尤其是四月到五月 这个时间来说它是最多的 美国尤其发展这个龙卷风 一年哦 它一年我们资拉紫看到新闻里面 哇这个龙卷风很恐怖啊 房子卷掉 它一年多少个 一千两百个到一千三百个龙卷风 在整个美国大陆上面 一年就会发生有这么多的数量 可是它发生的地点呢 大半都是会在美国中部地区 最主要呢 当然就是墨西哥湾的暖空气上来 北方五大湖的冷空气下来 冷暖空气一会 这有点像什么 就像我们现在春天的时候 那个封面云淡 但是因为它的对流非常强 刚刚静平那张照片啊 就让大家看到的 就最主要就在于 我们看到这照片哦 静平上面这张就可以看到 这主要就是它强对流发展以后 所产生的一个现象 那开始要炫起来的时候 就会有点像一个大幽浮 停在那个上面啊 那当然你欠领刚刚讲到 那个大幽浮啊 那今天金星临日嘛 那很多人也传说 金星上面有外星人啊这些 对 不过目前啊 就我们自己人类的东西 放到上面去啊 第一个它上面的那个空气是 氧化硫 还有包含二氧化碳 氧化硫其实蛮一个 腐蚀性的一个气体 酸性的气体 所以呢 我们的探测器 其实到上面去 没几年 像1970年 1979年 就已经放上去 但是后来都坏掉 那现在呢 那再讲到这观测啊 目前的话呢 金星里面的话 是不适合人生存 但是在气体观测上来说 它今天金星通过太阳的时候 我们可以藉由那个光波的关系来 观测它那个 有没有能透光度有多少 好 金星不适合人生存 那北极适合巨人生存吗 真的有电影里面的那种 寒带的巨人出现了吗 什么大脚印什么的 是什么东西啊 马上回来